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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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大家好 我是Cella 今天要來跟大家開箱一個我新買的視頻 那如果你是今天第一次看我影片的話 我的聲音呢是因為我現在在重感冒 所以我的鼻音很重 今天的影片呢我並不會錄得太長 不想要就是讓你們的耳朵受損 但因為我又蠻想要錄這個開箱影片的 所以就請大家包容一下我不太好聽的聲音 那我今天呢要跟大家開箱是 我新買的一個VCA他們家的視頻 那其實VCA他們家的開箱 我做過蠻多影片的 包括我的項鍊啊 然後包括我的戒指等等的 之前我有做過一個我的珠寶收藏的影片 我會把連結貼在這邊 如果有興趣的話你們可以看完今天的影片 再去看內景影片 那他們家的一些可能歷史啊 或是一些珠寶的介紹 我在這邊就先跳過了 我們今天就做一個很快速簡單的開箱 它裡面的附件會有一個這個 他們家的收據 然後再來是他們家的這個 隨身外出的飾品袋 我覺得這飾品袋還蠻好用的 因為如果今天是買項鍊的話 你拿到的飾品收納袋也會是這個 那它裡面就是這種最小尺寸的啊 它都會有一個這樣子的隔層 就是你今天可以把你的項鍊放進去之後 把鏈子的部分呢 塞到這後面 那你在就是收納之後 你把它打開 它那鏈子比較不會糾結在一起 我覺得這個外出啊 旅遊真的非常非常方便 這個很好用 然後再來就是 東西本人了 那他們家的紙盒是 長這樣子 打開 裡面是他們家的 就是珠寶盒本人啦 那我們來看看買了什麼吧 我買了一個他們家的 珠珠戒指 那就是我從錄影片到現在 我應該 所有東西被問到翻掉的 應該就是我手上這兩個戒指 那 底下的這個 戒指是我的結婚對戒嘛 那上面這個 玫瑰金色珠珠現戒 也是VC他們家的 那因為這樣子的搭配 其實我戴了還蠻多年的 所以最近呢 就是覺得有一點點膩 原本是想說去看他們家的珠珠現戒 就想說可以看 黃K的或玫瑰K的 就是在做搭配 可是沒想到 那天就去戴了之後啊 發現白K的這個 戴起來非常的好看 它是長這樣子 就是它是 遊戲的珠珠 然後 漸層到比較大顆的珠珠 他們家這款式的現戒 是有分不同的材質 跟中間這顆 東西的顏色會不一樣的嘛 那我這款選的是白K金 中間這個是綠松石 我先這樣子搭上去 讓你們看一下 就是跟我原本現戒的那個大小 有什麼差別 這樣應該很清楚 就我中間那個也是VC他們家的 我新買的這款就是 它的珠珠是從小 然後 到中間它是比較 比較 凸比較大顆的 我覺得這樣戴三個 有一點太多 所以我現在的戴法就是 我會把原本的 玫瑰金的這個現戒 先暫時捨棄它一下 新的這個就可以跟我的婚戒 這樣直接打 就是又是一個 完全不一樣的感覺 我覺得很好看耶 我一開始就是在試戴它的黃K金還是玫瑰金的這一款 然後中間這顆好像那時候是紅玉髓 然後它還有黑色跟孔雀石嘛 就它這個款是還蠻多的 我再把照片貼在這邊 但我後來就是覺得白K的跟我的婚戒這樣搭 超級搭的 而且很好看 那這款就是因為它是做比較立體 然後中間的珠珠做的比較大顆嘛 我覺得這款就是很有個性 然後有一點點小小的浮誇 但又不會到時候太 給人家太強烈的感覺 我覺得這樣戴起來 超級好看的 我很喜歡 那這個顏色我覺得在我手上 就還蠻顯膚色的吧 會把手就是襯的顏色再更白一點 我覺得還蠻好看的 今天的開箱呢 如同我剛剛一開始所說的 我覺得是非常簡短 不讓我的聲音騷擾大家太久 因為我現在的聲音其實蠻不好聽的 那希望你們喜歡今天的開箱影片 還沒有訂閱我頻道的朋友 可以幫我按一下旁邊的訂閱 然後記得要喜歡這個影片喔 我們下次見 掰掰